这是一起非常诡异而且发生在警方眼皮底下的魔术杀人案 这天警员阿耀受邀来一家古董店调查一期普通的古董失窃的案子 可就在他们勘察现场了解情况的时候 不料古董店老板的身上突然莫名地出现一团火焰 更离奇的是片刻之间 还没等众人拿起旁边的灭火器灭火 古董店老板竟然在短短两分钟内直接被烧成了一具探尸 对犯罪心理颇有研究的阿耀看着这一幕难以置信 因为这种现象已经完全超越了他们对常识的理解范围 警局得到发生命案的消息迅速派遣法医赶了过来 在对这具探话的尸体进行仔细的检查后 POSE无数的法医阿耀也无法判断死者身上突然起火的原因 警员们已经去检查了这个古董店的监控 结果也并未发现有任何异常 然而更诡异的是 死者的死法竟然和他收藏的一具探尸藏品极为相像 从死者的保镖口中得知 他的老板刘大海生前一直痴迷于一种神秘的部落文化 因此花了很多钱从世界各地搜集了满屋子的藏品 前这具探尸 据说是200年前那个神秘部落组长的尸体 更巧合的是之前这里被盗的也正是这个部落的图腾 白队听后感觉这个案子越来越离奇起来 众人再次来到这具交尸的案发现场 技术科检查了半天感觉毫无头绪 因为整个屋子并没有发现任何可以造成高温起火的原因 那死者的衣服到底是如何自然的呢 就在大家好无头绪之时 在屋外巡逻的警员突然跑进来撑在屋子周围抓到了几个可疑的人 在这其中有一个披着斗篷的占卜老太太 她神叨叨地告诉警方 其实她早就算到刘大海私藏组长的尸体会引发神秘部落的诅咒 而这个诅咒恰好就是被天火吞噬 警员阿富二人听后感觉此人的精神似乎有问题 除了这个占卜师以外 警方还在死者的后院抓到了一个女孩和一名老太太 他们似乎对刘大海的死亡感到很悲痛 女孩称自己叫小鹿 是本市文物研究所的一名研究生 而旁边的老人是她的老师 从他们口中得知 死者刘大海生前一直在资助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而今天二人之所以出现在那里 是因为他们平时就经常过去研究刘大海藏管的古董 而且听说那句探视最近要被拍卖 所以今天才想着过来再看几眼 不过没想到刚到古董店就发生了命案 老太太还很认真地告诉警方 根据她这些年对那个神秘部落文化的研究 她认为被天火吞噬的诅咒是真的 因为早在五年前就有几个登山者遭遇过类似诡异的事情 在排除二人的嫌疑后 考虑到老人身体的原因 警方便让他们先回去了 出来审讯室 警员们都认为这起案件太过离奇 因为案发的整个过程他们都看在了眼里 而负责信息调查的小萌这边也调查了死者的社会关系 资料显示自从刘大海五年前开了这家古董店后 停时就深入检出而且还经常做慈善 因此并无结怨很深的人 而那个研究所的老太太 之前确实一直在发表一些关于神秘部落研究的论文 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 就在警方对这起案子毫无头绪的时候 死者的保镖阿杰突然拿着一些恐吓信来到了警局 阿杰和白队之前是警校的同窗 五年前他因为母亲病重急需用钱去做了私人保镖 如今自己的雇主刘大海发生了这种事情 警校出身的他认为这些恐吓信或许和本案有些关系 据阿杰交代 死者刘大海从一个月前开始 每隔一个星期就会受到一封这种火焰诅咒的恐吓信 刚开始他并没有当回事 直到古董收藏馆出现的图腾奇丢失事件发生后 刘大海才开始害怕这个诅咒 随后阿杰带着警员们看了一段诡异的监控视频 画面里的藏馆安保人员在巡逻室看到一个飘着的影子 而这个影子的衣服和面具 恰好就是那个两百年前神秘部落组长的装扮 众人看着这段视频虽然感到很诡异 但结合这些提前出现的恐吓信来看 白队认为这些刻意布局的东西反而证明是有人在故弄玄虚 果然 当法医阿哲对死者的尸体进行深度尸检后 竟意外在死者的皮肤上找到一些无氧化二菱的残留 这种物质是由铝煤粉燃烧后形成的化合物 这也就说明是有人在死者的衣服上做了手脚 不过按照阿药等人看到的情况 刘大海的身体是在二十来度的室温下突然起火 可这种铝煤粉的燃点却需要达到两百多度 而现场又没有发现火源 所以阿哲暂时还未搞清楚凶手的具体作案手法 初来法医是 阿药认为这起案件既然是人为的 那凶手必然是对现场进行过仔细的勘察和策划 但根据阿杰的交代 那个收藏古董的地方平时是需要留大海邀请才能进入的 这就说明凶手很大概率是频繁与死者打交道并见面的人 如此说来 那那个经常出入古董店做研究的老太太和他的学生就很可疑 等避开众人后 阿药还提醒白队 除了那个老太太外 他的好友阿杰也可以随意进出那间屋子 白队很明白阿药的意思 为了打消心中的顾虑 白队决定先去找阿杰探个底 而阿药则负责去调查那个研究所的老太太 可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 白队刚和阿杰见面 警局就突然打来了电话 称此时那个神叨叨的占卜士正在网上直播 而且还预言那个研究所的老太太很快也会被火焰吞噬 白队担心再出命案 于是立刻带着阿杰来到老太太的楼下 他们在这里恰好碰到了同样赶过来的学生小路 他称自己也看到了直播 而且他老师的电话也打不通 随后在他的带领下 几人很快来到了他老师所住的楼层 而他们一下电梯 就看到了正在直播的占卜士 让众人更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一进来就看到小路的老师正在被火焰吞噬 白队健壮立刻找来灭火器上前灭 不过最终还是晚了一步 与刘大海的遭遇一样 这个老太太在片刻间直接被烧成了黑炭 面对再次发生的离奇命案 阿杰感觉这次遇到了对手 由于阿杰和小路是和白队二人一起进门的 这一下直接排除了他们两个人的嫌疑 而现在最有嫌疑的 就是两次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占卜士 此人在被带到审讯室后 仍然在炫耀自己这次获得了很多粉丝 不过当他得知警方怀疑他就是凶手后 占卜士立刻开始交代 他称早在一周前 有个粉丝曾在论坛告诉他 说古董家流大海会在自己的藏馆被烧死 刚开始他只是想过去直播凑个热闹 但没想到那个粉丝说的话竟然真的硬样 而今天中午他回到家再次收到了这个粉丝的信息 所以才去了研究所老太太的家门口直播 另一边的阿哲已经对死者完成了尸检 结果还是一样 死者身上同样发现了无氧化二菱的残留物 而且技术科在现场也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线索 现在看来 凶手似乎真的有隔空放火的本领 就在大家好无头绪之时 局长带着阿杰走了进来 鉴于这起案子比较复杂 再加上阿杰之前也是警校毕业又对死者比较了解 所以暂时邀请他一起参与此案协助调查 而阿杰一禁组就带来一个重要线索 据他这些年对刘大海业务的了解 除了那具探尸以外 还有一件英王面具也是那个神秘部落很有价值的遗产之一 不过这个面具在两年前被刘大海送给了一个秘密好友 警局的审讯室内 拥有死者家里钥匙的小鹿告诉警方 其实他的老师曾多次向他提起过 最近在回家时总会遇到一个诡异的面具人跟踪他 而且小鹿也多次打算报警 不过老太太似乎在隐藏什么事情 不但每次不让他报警 还经常嘀咕着这是自己的报应 得到情况后警方立刻调查了死者小区的监控 果然和小鹿说的一样 一个面具人每次都会在停车场出现并纠缠死者 一旁的阿杰一眼就认出 此人所戴的就是两年前被刘大海送出去的鹰王面具 如此看来 只要找出刘大海的这个秘密好友 就能找出本案的凶手 不过白队更疑惑的是 这个被烧死的老太太为何遭遇恐吓而不选择报警呢 而且他和刘大海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警员小池为了搞清楚凶手的作案手法 他找到了自己的魔术师朋友 并希望对方能破解两名死者自然的蹊跷 不过在被一番调侃后 魔术师朋友只是提醒他不要被眼前看到的东西迷惑 而他眼睛没有看到的才是事情的真相 回到警局 小蒙这边也发现了两名死者之间的关系 他根据占卜师提供的线索 调查了那个古董爱好者的论坛 结果发现刘大海和研究所的老太太都是这个论坛的会员 而且根据他们以往发布的帖子来看 二人似乎一直在刻意营造那个部落的神秘之处 除了两名死者外 还有另一个网友也一直在论坛发布类似宣传神秘部落的帖子 而且此人还自称自己拥有部落唯一的鹰王面具 因此小蒙认为这个网友很可疑 于是他立刻查询了此人的IP地址 结果显示位置来源于一个名叫傅一山的富商家中 得到线索的白队二人很快赶到了此人的住所 傅一山似乎也是一个很有背景的人 因为在他的门口还有一位安保之情 二人在表明身份后来到了院内 而傅一山得知警方来的目的后 很冤枉地称自己最近一直在外地做生意 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去杀人 而他的鹰王面具一直被自己放在宝库内 在他设下的重重安保下 想要偷走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眼看好不容易得到的线索又要断了 不要警局的小赤突然打来了电话 他在受到魔术师朋友的启发后 调整了刘大海自然现场监控的曝光 结果意外发现 当时他身后的古董玻璃罩上有一片建设的光运 因此他怀疑这个光运极有可能就是死者自然的原因 阿哲得到消息后立刻根据小赤提供的方向进行了实验 很快 他发现用一种高功率的激光照射铝霉粉的话 他们会在短短几秒内疯狂地燃烧起来 阿哲将自己的测试报告告诉了白队 而要完成这样的杀人魔术必须保证三个条件 首先需要能接触刘大海的衣物在上面布满铝霉粉 其次还必须提前将激光装置布置好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凶手还要保证警方在现场目睹这场魔术杀人 阿哲看着白队提醒他 当初来警局报案的人正是他的好友阿姐 而他也是最有机会完成其他两个条件的人 白队不愿意相信这个结果 但事实就摆在面前 他立刻找到阿杰打算向他问个清楚 不料阿杰突然发难用手铐将他给铐在了栏杆上 随后他带着歉意告诉白队 他之所以设计这一切想办法参与调查 是因为他就是想利用警方找出拥有阴王面具的傅衣衫 而至于阿杰报复这些人的原因 他答应白队会在杀掉傅衣衫后全部告诉他 白队回到警局将自己遭遇的事情告诉了大家 他承认之前被情感迷惑了调查方向 如今阿杰已经带着傅衣衫不知所踪 而且电话也都已经关机 他作为队长感觉这是很严重的事责 始终对阿杰抱有怀疑态度的阿药带着白队来到办公室 他打开了第二名死者多次被恐吓的监控画面 意外发现每次的面具人的手似乎长得都不一样 而这也就说明阿杰并非是独自作案 白队看着其中一只手响起了傅衣衫的保镖 此人的虎口处就有一道同样的疤痕 二人得到线索立刻让小萌调查此人的身份 并根据他名下注册的号码 发现此时的他正赶往海边荒岛的一处度假村附近 警方得到位置立刻赶到了这里 可一番搜索后 警员们并未在周围发现阿杰的踪迹 警局的小萌打来电话告诉白队 他在一篇报纸上发现五年前那个度假村后山发生一场火灾 而当时被烧死的人中就恰好有阿杰的女友 更巧合的是当年留大海富一山三人也恰好去过那个度假村 而且小萌还调查到 所有网上的这些神秘部落的传说 都是五年前火灾后才出现的 白队听后也终于明白了阿杰杀人的动机 此时的另一边阿杰三人将傅一山带到了后山 他打算直接杀掉此人为女友报仇 可傅一山的保镖却与其发生了分歧 因为他之前之所以帮阿杰 完全是因为对方答应给他很多钱 可刚才在路上他发现阿杰并没有带钱过来 还没等他说完话 一旁的小路直接打伤了他的手 原来小路一直喜欢阿杰 并打算为其女友完成复仇后一起远走高飞 就在阿杰准备对付一山下手时 白队二人及时感到制止了他们 阿杰上前假装夸赞阿杰聪明 他之前在流大海的遇害现场确实没有怀疑过阿杰 因为当时他拿灭火器的速度很快 但直到小路和他同时出现在第二名死者楼下那次 他感觉这一切太巧合了 而且关于鹰王面具的消息也是他告诉警方的 要不是阿杰偶然间对比发现保镖手上的伤疤 或许他永远也想不到这是一起团伙作案 阿杰听后用激光点燃了地上提前布置的铝煤粉 他向白队道歉并说出了真相 其实五年前的富一山几人来到这里是打算自杀的 因为他们在生活中不是感情受伤就是身负重债 他们怕自己反悔 于是三人都为对方设计了铝煤粉的自然陷阱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 无意中几个登山客突然闯进了他们布置的机关之中 而这其中就有阿杰的女友 后来他们看着燃烧的尸体感到害怕 三人一商量便编造了神秘部落的传说 并把其中一具烧焦的尸体宣传成了部落首领的诅咒 阿杰说完便用激光点燃了富一山和自己身上的煤粉 以及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